首先 我们先进到AR下去 那大家会发现这样一个特性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进到X86这个目录像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里头呢 它会有包含是吧 是不是有什么boot啊 银刻录的呀 kernel啊 对吧 lab啊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不是很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啊 X86它是不是也有kernel 也有lab 那我们的内核的顶层目录下是不是也有lab 也有kernel 也有lab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 就说它实际上这两个是不是聪明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你觉得是这个这种分层能理解吗 比如说你看 就内核的kernel 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体系结构无关的 这样一套机制 也说内核所有内核应该都遵循这个机制 对不对 但是这套机制最终我们来思考一下 最终它是不是肯定要落到体系结构相关的一些代码上 因为最终你还是要你相应的硬件上运行一些特别的机制 对不对 特别一些机制啊 所以说呢 在这个目录下呢 我们就会理解到什么 其实啊 就是你的平台无关的这个kernel 最终来说怎么办 就是还是要依赖于什么这个平台相关的kernel 比如说平台相关目录中的比如说你看有有x86啊 arm啊 破了PC啊 密门等等什么框架 对不对 那么但是呢 x86中的比如我们以x86的距离arm也是一样啊 大家可以发现啊arm里头也会包含这么多目录 没有 包含哪些呢 我们先去看x86吧 比如kernel lab 对不对 这一套东西和我们什么平台无关的这部分 这部分目录结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也说你会发现内核的这个什么 就这个目录树的地图其实是一个什么 是很多崇明的 对不对 那么崇明的原因在于什么 就我说了 平台的什么 无关性的一些东西 肯定要依赖平台相关性的啊 那么所以说这一个呢 可以认为平台无关的代码是一个主框架 然后框架中是不是通过指针的方法 可能会通过其他的技巧的方法 然后最终怎么还是运行到整个体系结构相关性的代码 所以这是 这两个目录一定要会看啊 所以说在每次咱们看到同名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它到底是在哪一个层次上 就是究竟在平台无关的目录也说跟目录下 跟目录下是不是在这里面 对吧 然后还是AR去目录下 也说所以说你这个AR是非常重要 你看到一个同名的文件的时候 你到底你看看它到底是AR是H还是什么 平台无关 然后再定位一步一步的去解 去排除它 好 然后呢 当然这是我们X86 X86呢 因为不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线 所以我们这个可以不关心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我们研究的一个重头戏就是ARM ARM目录呢 应该说是我们的重头戏 对吧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特点跟X86不太一样 X86的目录呢 你看就也就这么点 对不对 这么点 但是呢ARM呢 因为大家知道X86一般就是英特尔公司一家CPU 对不对 一家这一个CPU 但是ARM呢 咱们这些ARM应该知道ARM实际上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一个芯片 对不对 或者它不是芯片 它只是一个什么IP盒 那么这个IP盒最终来说是会被什么芯片厂商给它使用起来的 所以说其实拥有ARM芯片的IP盒的这个厂商特别多 那么一个厂商有一个厂商标准 比如说三星 它就会研发出比ARM9的话2010 对不对 那如果科特是A8呢 它可能会研发出S5PV210 对不对 然后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更高端的一些什么 一些产品 对不对 好 然后如果说是TI公司呢 它可能会还会去做什么呢 比如说OMARP系列 对不对 OMARP系列等等 这样一些系列 这样一系列的一些开发板 那所以说呢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那我们的ARM实际上它的那个什么 它每一个体系列都有一个东西 所以说ARM的目录呢 实际上最终会分成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就ARM下呢 它还是分了一套东西 就比如说还是一些平台无关的一些内核的和那个平台相关的代码 比如Coronel Lab MM都有 如果你可以看Coronel Lab MM都有 然后后面的两个 我们要把它记住一下 就比如说 Machine Mach这个目录呢 我们更多的把它理解成什么 就是叫 Machine 就是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叫做板 板字 就你的一块开发板 我们就认为一个什么 在 Machine 里头 然后Plant呢 我们称之为SoC平台 SoC的平台 比如说三星的 对吧 还有专门三星的所有系列 因为大家知道 芯片讲 其实这个芯片公司它其实也是 也是复用性的 就不是说我生产这款芯片过后 是不是大家下一个芯片就完全跟这个没关系 对吧 不会的 它的生产线上可能还有很多模块 是可能可以什么 复用的 所以说你拿到三星的芯片过后 你会发现很多比如说 USB控制器啊 或者串通控制器 你会发现RM9的还是A8的 其实它内部是一样的 所以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那些没有区别的东西呢 就放在一个平台里头 然后区别大一点呢 咱们就放什么 MACH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 就刚刚这个地方专门框起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我的什么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RM下呢 RM下也有一个什么 大家来看这儿 是不是也有一个阴科路的目录 对不对 那么这个阴科路的目录呢 我们很显然啊 很显然 这个阴科路目录 目录是属于平台结构下的啊 然后当然是在我们的内核的这个顶层目录下 大家看 是不是也有个阴科路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来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了啊 疑问 什么疑问呢 就说那比如咱们大家在写c元 大家都知道c元是这样写的 英克路的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应用程序是std iode.h 那么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std iode.h呢实际上是在什么 比如在我们的英克路的目录下 直接去寻找这个头文件对不对 当然对于我们Linux比较简单 大家都知道 是在哪是在Uler的英克路的目录下 是不是就有对不对 他就会有单独这个std iode.h这个文件啊 但是呢 我们内核那怎么做呢 你看内核是不是好几个英克路的 那假设说内核的一个文件中 我包含了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h 那么这个.h 我到底在哪个目录下去寻找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到底在哪个目录下去寻找呢 那么首先来说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内核是怎么来区分他的 所以内核其实也想不到这个点 比如说大家都叫0.h 但是我怎么区分他呢 对吧 好我们先看体系结构的啊 体系结构中呢 我们先看一个颗路的目录下 大家看 是不是有个叫有个叫ASM的对不对 所以说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想引用这个比如说 iocontrol.h的这个头文件的话 我应该怎么用 我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来用 啊 英克路的 我就不写成一个文件了 我就在这给大家做个演示啊 因为首先来说我们 还有没有必要写成英克路的下的 谁谁谁谁 有没有必要 没必要了 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在查找的时候 他默认就在英克路下去找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看英克路的前面的一个前缀就是了 那么对于这个Iocontrol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ASM 大家看啊 是不是ASM目录下这个Iocontrol.h 看到没有 Iocontrol.h 对吧 应该在这样的目录下去去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有一个叫ASM的前缀 然后我们再 我们再看看那个根目录下 也说内核主目录啊 这个以后我说明一下 经常我们说内核的主目录使的是 就是内核圆满的那个目录 就这个目录啊 这个目录呢 我们再进到什么 再进到英克路的下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英克路的那里头呢 其实没有点H没有 没有点H 所以他实际上也是一些什么 通过文件夹把它功能给它细分了 其中有一个就是Linux 这个目录呢 其实我们称之为是最主要的 就是大家以后用的最多的目录 就是Linux 而且Linux 这些头文件就是我们以后常常会用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要做什么 in6.h这个头文件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怎么 是不是应该在Linux 下的 i in6.h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你不 英克路的应该是包含这个头文件 没有 这样来写 那这样是不是就已经跟你细分了 就是说包含一个头文件 如果前面的前缀不同 我们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是要 头文件该哪找了 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一种方法啊 那么有个东西就感觉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对吧 那我们来给大家随便找一个内核的 圆满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 在这个Driver目录下 在这个Driver目录下 好 我把清晏屏 好 在我们的Driver目录下呢 再来看啊 我把这个稍微往上一点 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随便我们找一个驱动程序啊 比如说看门狗吧 Watchdog 大家看看名字看好玩对吧 我随便找一个啊 我就一批啊 9366.c 好 咱们看一下 大家来看前面的这个头文件来看 这个跟我们的 就内核圆码头文件 跟我们平时看的头文件 其实不太一样对不对 应用程序头文件都是什么 include std 什么什么点 是吧 一般就是一个 但是你看Linas头文件 是不是都是有个前缀 然后横杠 对吧 大家都当然知道前缀是什么 目录下的什么什么点 对不对 而且你会发现是目录下看 是不是他有什么 Linas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还有个Mershing下的点 有没有 所以以后你再看到别人写的这样的代码的时候 到底在哪个地方去找这点 下去先明白了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个Linas很显然是不是在我们的什么 平台无关的那个主的Linas下来找 对不对 而Mershing是什么呢 Mershing是要在我们的什么 那个主目下没有的话 那你肯定在Mershing目下 Mershing Mershing呢 这个我们后面来看 他指的是什么 平台相关的 就是Mershing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有2100 SOP 2100下也有一个录路 这个呢 留一个作业 留一个作业 就是你们来看一下 在什么呢 在我们的Linas系统中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就是在我们Linas系统中 在尤其在体系结构相关目录下 我们有 有这么几个 比较常用的目录结构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一个呢 是这样写法 我把这个字体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然后就说我们一般情况下 会有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一般写法 怎么会有这样的写法 就英克路的啊 Linux下的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这个我们已经见识到 他应该在哪个目录呢 他应该是在我们的内核的 就是圆码的主目录下的什么 英克路的目录 对不对 这个我就写的这样啊 英克路的下 这有个Linux下的什么 某某某点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就是你又会发现一个新的目录 叫什么呢 叫Mershing Mershing下的什么什么点 对不对 那么我们留的作业就是大家来看看 这个Mershing应该在哪找 对不对 那当然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很显然 大家知道 这个Mershing啊 是跟我们刚刚见到这个平台相关目录下 ARM下这个Mershing谁谁很相关 对不对 那么你呢 至少是找好几个 找几个找什么呢 比如说找你找一个2010的 找一个S5P220 或者随便来找一个Mershing啊 你看看是不是在Mershing某某某这个目录下呢 也有一个什么 而且这个英克路目录下呢 也有一个叫什么Mershing下的前缀 后面什么什么点 那么如果你能这样找的 或者你罗列一些什么 一些例子 然后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你会发现这个例子 特别特别多 就很多很多 叫什么Mershing下的头文件 对不对 那换下来是不是就聪明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聪明 我们又怎么去规避它呢 因为我们说一个驱动程序 不可能 不可能什么 有两个同样的文件 对不对 那么这样聪明是肯定不可以 所以只能有这么多聪明的头文件 可能只能有什么 只能有一个是什么 有效的或者是合理的 对不对 那我们如何去保证我们编习编译这个什么 这个点C的时候 它的什么 这个头文件是一个什么 唯一性 对不对 当然这个作业呢 可以做可以不做啊 这个就是说 如果想去思考深入一点 去做一下 如果不想思考呢 可以看我后面的一个解答 这就是我们内核的一个什么 一个圆满结构